一花一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晚年更不应该把自己的积蓄给自己的子女 自己有多少积蓄也不能告诉自己的子女 老年人可以给子女贴补 但是积蓄的主动权应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正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 年轻人还有挣钱的能力 而老人没有 当老人将自己的积蓄,主动权放在子女那里的时候 自己的苦日子或许就来了 在这一件事情上必须要慎重 为何这么说呢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例 那就是孩子拿了父母的钱 那就不再理会父母 而是把父母踢到一边,啥都不管 这样的不孝子孙多了 所以我们上了年纪才会格外留意 因为把钱财交给他们是一阵子的事 可他们怎么对待我们却是一辈子的事 社区的刘妈妈今年六十多岁 她的儿子接近四十岁了 才找了一个老婆 由于没有什么特别正经的职业 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 刘妈妈实在是看不下去 就把自己每一个月 差不多五千多块钱的退休工资卡 交给了自己的儿媳妇 当然这个退休工资卡和社保卡 是在一块的 可以用来看门诊 或者药店买药 刘妈妈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她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她好几次对邻居还说 反正自己又不花什么钱 即便花什么钱 问自己的儿媳妇药就可以了 钱本身是自己的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发现问题出现了 刘妈妈一旦问儿子和儿媳要钱 她的儿子和儿媳就会退三足四 久而久之 根本就要不出钱了 刘妈妈渐渐地 也很难在自己的儿子和儿媳面前 开口要钱 实在没有办法 她选择在我们小区附近捡垃圾 另外还找了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的货 这样自己可以有一点收入 应对个人的日常开销 通过上面的这个例子 明确地告诉老年朋友 越是到年老的时候 越应该将自己的积蓄 留在自己的手里 你可以随时给自己的子女一部分钱 但是这个主动权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还曾见过一个老人家 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前些年是村里有名的土豪 可现在他却成为了村里帮扶的对象 而且还是孤寡老人 为何短短几年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变化呢 原因很明显 那就是 他的儿子拿了他全部的家产之后 便带着妻儿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老人家因病发症 因起脑中风 只能卧病在床 而他只有一个儿子 可这个儿子却不见人了 没办法 到如今都还是村里的亲朋好友 来照顾这位孤寡老人 现实很残酷 它残酷就在于 人心难测 世道复杂 没有人知道 对方的内心在想什么 很多人都会认为 只要把钱财给了孩子 他们就会帮我们养老 但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其实有可能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说 为了保证自己老年生活的质量 为了保证往后余生的日子 能过得安稳舒适 我们不妨看准这三个时间 才把钱财交给孩子 一 懂得谦让不争之后 古人云君子者谦而有礼 为而不争 懂得不争是一个人成熟通透的表现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只有懂得不争的人 才能坚守自己的本心 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去做人 不作违背良心的事 在这个社会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变得虚伪和急躁 也许就是因为社会节奏变快 而我们大多人也和这样的节奏相融合了 所以竞争越大 人越虚伪 越急躁 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 如果他的孩子都在争家产的路上越走越远 甚至毫无悔改之意 那么这个老人的余生不见得能过得多好 要知道 敢争父母的家产的孩子 他们往往用心不良 少了孝顺之心 而多了冷漠无情 多了自私自利的心力 这样的人其实是最可怕了 而我们就算要把钱财交到他们的手上 也不能提前去交 很多人就会想 什么时候把钱财交给孩子是最好的呢 我想应该是孩子学会谦让和不争之后 这样的人 他们只要不争 那么就证明他们明面上 还有一颗敬重父母的心 想想看 如果你还未摸心他们怎么想之前 便把钱财交给他们 说实话 如果你碰到的孩子很孝顺 自然不用忧愁 可如果你碰上的 是一个忤逆之子 相信你将后悔莫及 二 诚心实意地照顾父母时 俗话说得好 但存方存地 留于子孙庚 这番话其实有两个含义 而我们大多人只读懂了第一层 首先他跟我们说明了 我们作为父母的一辈 就该为孩子着想 给孩子留下一些物质上的依靠 其次 这番话还说明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这些方存地 不仅属于我们的孩子 更属于他们的下一代 所以说 我们所要留存的 是给后代无数子孙的财产 而这里的财产 不仅是指物质上的 更是指精神上的 什么是精神上的财产呢 那就是做人的品质和想法 所谓孝顺 还生孝顺子 忤逆还生忤逆儿 我们这一代懂得 诚心实意地去对待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下一代才能诚心实意地对待我们 而每一代都懂得这么做 才能让这个家经久不衰 很多时候 为何一个家庭容易衰落 就是因为这个家的人的关系 出现了裂痕 甚至有内斗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家终究走向破败 如此还有方存地吗 我想应该都被败光了 所以说当我们人到老年之时 想要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依靠 想要孩子能为后代做个榜样 那么不妨在他们的诚心 实意地照顾父母之后 才把钱财留给他们 因为只有把人的心意给端正过来 才不会让钱财给腐蚀掉 人的心理和原本的人格 三 可以靠自己赚钱后 陶行之有句话说得好 靠人靠天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作为子孙 最好的做人态度 那就是懂得靠自己 可是这个时代 我们经常听到啃老的声音的出现 为何 就是因为孩子依赖多了 少了自力更生的想法和能力 曾见过一个人 他是家中的独苗 可他就仗着自己独子的优势 便到处地招惹是非 甚至三十多岁结婚后 还不去工作 只等着父母来养他呢 以下三口 过了几年 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了 而他也拿到了父母亲相对应的财产 可这样的败家子 终究在一次赌博中 被人下套 从而赔光了所有的家产 现在 他就只能在村口那里游荡 没钱没房子 就连老婆孩子 也离他而去 这个人其实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的缩影 而作为父母 我们就该明白 不能让孩子产生依赖的心理 更不能让孩子有犯来张口 依赖伸手的坏习惯 为何我们说要在孩子懂事后 在孩子能自食其力后 才把钱财交给他 就是因为 自食其力的人 他们有原则 有底线 有骨气 才不会依赖所谓的家产 成为软骨头 祸害下一代 所以说 我们所交给孩子的财产 不仅会影响 我们的养老生活 还会影响孩子自身 更会影响子孙后代 那么 在把家产交给孩子之前 就要慎重了 要知道真正有本事 有想法的孩子 他们绝对不会觊觎 父母的财产 在他们看来 父母的属于父母 自己赚到的才属于自己 这些孩子 才值得我们将财产 留给他们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孟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